来关心体育界的喜讯 桌球王子庄志渊和他的搭档陈建安 参加世界桌球锦标赛 是获得了双打的冠军 也就是带回了金牌 市场成局特别前往表扬 来称赞庄志渊对于桌球运动的贡献 而另一方面也要呼吁中小企业 能够踊跃地来认养支持运动选手 来带领出更多的高雄之光 从市长成局手中接下截出高雄市民奖状 桌球王子庄志渊与搭档陈建安 在世界桌球锦标赛中获得冠军后 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台湾的桌球运动 可以受到重视 我想其实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自己也就是尽量把自己做好就好 不用去想太多 其实做选手就是做好每一步 就是现在该做的每一场球 所以毕竟2016是在16年 现在才13 包括自己6月份现在有一个公开赛 我想最简单就是先从公开赛开始准备 听到选手们的心声 高雄市长成局除了颁发特制的冠军奖杯外 更额外将市民体育奖金 从原先的20万加码到40万 并呼吁高雄的中小企业能主动捐款 一同身体力行表达支持桌球运动的决心 有若干优秀的选手 他们都觉得政府高雄市政府的支持度能不能更多 那我们市政府的内部也做了一些检讨 那我想像庄志焉这样在台湾桌球这个体坛史上 这是从未有的金牌 世界第一 那我们也从庄志焉的身上 第一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的企业能不能给我们很多优秀的选手 更多的支持 即去年庄志焉在伦敦奥运打进四场 创下男子单打在奥运的纪录后 今年在桌球世界锦标赛再夺得双打金牌 不只写下台湾新的一页 也期盼能借此唤起政府与中小企业对桌球运动的重视 港多新闻彭冠英黄子倩采访报道